2019年2月7日 来自法国的世纪美妆巨头欧莱雅集团 公布了去年的财务数据 在中国市场的强势助力下 欧莱雅集团2018年的销售增幅 取得了2007年以来的又一次高峰 销售总额达到269亿欧元 其旗下六大品牌 巴黎欧莱雅 兰扣 美宝莲纽约 圣罗兰美妆 阿玛尼美妆和科研士 军气深十亿俱乐部 成为欧莱雅主宰美妆市场的强大支撑 触摸品质 发现未来 欢迎观看十万个品牌故事之 欧莱雅 美妆帝国 2017年9月21日 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 莉莉安·贝当古在巴黎去世 享年94岁 也许你并不了解她是谁 但是关于她父亲的公司 你一定早在各种广告的狂轰乱炸下 对其耳熟能详 那就是如今世界上最大的化妆品集团 欧莱雅 1907年 父亲的糕点铺倒闭 欧人舒莱尔成为一名化学专业的学生后 在实验室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支无毒染色剂 取名为欧莱雅 这个词语源自希腊 寓意着美丽优雅 申请了相关专利后 她带着启动资金800法郎 在法国塞纳河畔的公寓里 建立了欧莱雅集团的前身 法国无害染发剂公司 凭借着明亮精致的染发效果 以及女性消费者们的口耳相传 仅仅过去了一年 也就是1910年 全世界的发廊便都希望使用这种 以前只有在巴黎的发廊中 才能用到的染发新产品 于是该产品很快从欧洲销往美洲 1935年 法国开始实行工修制度 假期多了 人们闲着没事就去沙滩上晒太阳 于是 舒莱尔顺势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款防晒霜 太阳琥珀 1939年 公司越做越大 正式改名为欧莱雅 除了产品研发以外 舒莱尔还是一个天生的营销高手 如今很多洗发水广告里 女模特甩头展示飘逸头发的经典镜头 就是舒莱尔第一次在广告中使用的 因为当时极具冲击力的营销效果 人们也称这个广告为会心广告 除此之外 世界上第一个楼梯广告 第一个公交车身上的广告 都出自舒莱尔之手 1957年 舒莱尔去世以后 其独生女 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莉莉安 成为公司的唯一继承人 和一般的富家子弟不同 莉莉安早在15岁时 就开始进入公司基层工作 5岁时 莉莉安的母亲去世 舒莱尔就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 最疯狂的时候 她每天工作16个小时 一年里从不休息 也许是知道女儿并不擅长经营 或者见识过自己的父亲生意破产 在舒莱尔的遗嘱里 她定下这么一个奇怪的规矩 那就是妻子女仅有持股权 但无权参与公司决策 后辈们总是想要继承遗产的 可他们不能继承管理 将军的儿子不见得一定是将军 不要因为你是老板的儿子 就认为自己一定是老板 舒莱尔曾明确表示 很多儿子孙子继承遗产之后 却不想承担一点风险和责任 用老爷的心态当老板 最终将葬送一个企业 所以在莉莉安成为公司的最大股东以后 她开始退居幕后 而CEO达勒则成为化石人 1963年上市后 欧莱雅在CEO达勒的带领下收购蓝扣 而这也是欧莱雅正式迈向 高档化妆品帝国的第一步 紧接着 她陆续收购护发品牌卡尼尔 护肤品牌币币欧权 裁妆品牌詹米 美国护肤品牌赫莲娜 顶级纽约发行品牌瑞肯 大众品牌美宝莲 上世纪70年代 熟悉欧洲历史的朋友可能知道 法国政治企业国有化浪潮 莉莉安为了保住自己的家族企业 便同意了达勒提出的 与另一家非法国公司置换股权 防止政府出售干预 而这家公司 就是来自瑞士的巨头 雀巢 通过一系列的运作后 莉莉安与雀巢 分别持有欧莱雅 30.9%和29.7%的股份 并协定20年内 双方均不可以任何形式 转让出售手中的股份 1984年 公司第二任CEO达勒退休 夏儿短暂接替职务后 欧莱雅在1988年 迎来第四任CEO林赛欧文 在她的办公室 摆放着一张莉莉安的照片 而在照片的背后 则是莉莉安写给 历代CEO的一句话 遇到值得信赖的人 就应该下决心相信她 授权对于对方来说 是一种骄傲 一种自豪 和老爸工作狂的人设不同 接管公司以后 莉莉安没有想着 如何掌控这家企业 而是一直藏在幕后 在嫁给第一个 到访中国的外国部长 贝当鼓后 莉莉安生下了女儿 弗朗索瓦斯 进入21世纪后 欧莉亚的疯狂收购仍在继续 2002年 日系彩妆品牌植村秀 成为欧莉亚旗下的 第一个日系品牌 2008年 欧莉亚买下YSL的彩妆部门 在整个2010至2017年间 欧莉亚又陆续收购了 14个美妆品牌 什么甩手80亿 就收购一家公司 这对欧莉亚来说 都是小菜一碟 在创立至今的100多年里 和大多数大企业不同 欧莉亚只有过5位CEO 然而在商场上所向披靡 CEO各个值得信任 但是家族企业的内部 却越来越混乱 而这个混乱的根源 就是他的女儿 弗朗索瓦斯 2007年 媒体公开报道 这位女富豪 与自己的女儿不合 弗朗索瓦斯提起法律诉讼 表示担心 因为母亲年事已高 会有人图谋不轨 而这个被指图谋不轨的 就是巴黎摄影师巴尼耶 当时 莉莉安送给巴尼耶 两件价值故意的礼物 它们分别是 毕加索的画 与一个670亩的岛屿 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 莉莉安好像打算 收这个摄影师 为自己的养子 而莉莉安则表示 他们是相识已久的好友 2008年 莉莉安以母亲 神志不经为友 撞告巴尼耶 而莉莉安则表示 女儿的行为完全是胡闹 自己的钱 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反正该留给她的股票 是不会少的 最终 母女二人行途末路 2009年年底 不甘心的弗朗索瓦斯 收买了母亲的贴身管家 拿到了母亲漏税的录音证据 当时 这段录音 还把法国总统 萨科奇也搅了进来 说他曾经收到过 来自莉莉安的政治现金 2011年 88岁的莉莉安败诉 法院认为 其患有爱尔茨海默症 公司董事会主席的席位 由弗朗索瓦斯的儿子接替 自此以后 莉莉安彻底在公众视野中消失 直到她再次出现在 在新闻的头版头条 已经是和这个世纪 和那些金山银山 说再见的时候 莉莉安的离世 意味着属于欧莱雅 第二代家族传人的时代 已经落幕